张丰年还想说些什么 但却被叶臣打断了 叶臣声声将跪在地上的虎娃拉了起来 而后拉到自己的身旁 看着苍老的张丰年 起初满是涌动的暖流 笑道 哎呀带虎娃回去吧 我没事 说着叶臣大步向既立堂方向走去 冰冷威严的大殿上 勇满的人影 个个对着中央指指点点 甚至是愤怒的咒骂 中央叶臣如是非一般 掩言而立 他神色大魔 一言不发 却是早已想通了很多事 今日发生的一切并没有人 而是有人去意的阴谋 为的就是下来 漠然的侧手 叶臣看到人群中正在音效的徐明 划过徐明的脸庞 叶臣看到了徐明腰间挂着的腰牌 腰牌上地阳峰三个字虽然不大 但落在他的眼中 却是格外的刺眼 他已经猜出 这就是地阳峰专门针略他的阴谋了 但他仍旧一言不发 只是静静地看着不远处的叶臣 师尊他老人家闭关 截日一事由我全权处理 尹志平悠显地摇着折扎 一股大义里男铁面无私的事 只是当他看向叶臣时 嘴角流露的却是戏血和玩味 刺意伤害同门弟子 叶臣这一罪你可认 御家之罪何患无私 冷笑一声叶臣没有过多的解释 知道这就是阴谋 说多了也是废话 这么说你认罪了 既然认罪那就好办 按照文威第九招 刺意伤害同门弟子 当以火边加身当即执行 火边 听到这个词汇 店中的弟子都压了一口口水 此时知道这情罚的吓人 这一下儿得也成掉了兽了 你说他能把一拳打 伴随着四周此起彼途的地轮声 两侧当即便有戒例房弟子走上来 将叶臣用铁链锁在了架子上 他的上衣也被当场发了下 很快一朝燃着火焰的地边被盛了上来 叶臣爹 痛的话何以叫出来 尹志平倾过了火边 眼中满是戏血玩味 不必非发 来吧 此话一出 尹志平冷笑一声 手中的火边当即挡起 狠狠地甩在了叶臣的身上 啪 火边甩在叶臣身上的声音格外清晰 火啦啦的疼痛钻心刺骨 叶臣似乎小看着鞭尸之心 尹志平手中的火边显然不减的 一边就把他的身体甩得提开中站 一道血痕格外醒 不过要是如此 叶臣还是紧咬牙关不曾叫付出 很好 高兴起 见叶臣不痛叫 尹志平冷笑一声 开始发痕了 火边接连不断地甩在叶臣的身上 啪 尹志平此受了地甩的好处 丝毫不曾留守 火边在他的手中就如同游蛇一般 边边让叶臣鲜血横飞